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陈时中虽然卸下了防疫指挥官的身份 投入选战 但是蔡政府不肯公开疫苗采购资料 也让陈时中的选情不见其色 先前主义中心为了帮陈时中解围 笼统地公布了 说政府我们自己采购的 5351万剂疫苗 总共花费的金额是408.6亿 但是就医师来仔细算了一下 对比国外的疫苗采购资讯 还有各品牌公布的疫苗价格 平均值来计算 同样的剂量 其实335.4亿就可以买得到了 和指挥中心公布的价格 竟然落差高达70亿元 王任贤医师就痛批说 过去卫福部疫苗采购 从来没有合约保密这回事 执疑指挥中心是不敢见光 那就是赤裸裸的合法贪毒吗 就算新冠疫苗的合约 真的要暂时保密 可是现在各国都已经结束采购了 还有不能解密的理由吗 立文 本来就是你看有一些 为什么有些国家买的比较贵 如果你是像新加坡 如果你是像以色列 全世界最早拿到的 那第一个去抢购的 所以而且不惜重金 你就是保证 你到时候疫苗一出来 第一个拿到我新加坡来 第一个给我以色列打 那如果你今天台湾 是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你可以说我一开始 我就砸钱 我就是要先买 我要第一时间让我的人民有疫苗打 大家不会有意见 你不是啊 你是比谁都慢 全世界都已经打骗了 然后我们都还不见到 你这个合约到底是买了几剂 什么时候到货 跟人家买定了没 当时怎么问都问不出来 慢吞吞的 而且买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去跟人家谈的 你是有夠寒慢还是有夠恶劣 你只有这两种嘛 一个就是笨的不离谱 一个就是坏的离谱 想不出来第三个理由了 所以指挥中心公布说 总金额 连这个你都要切香肠 这样子慢慢挤 总金额408亿 那当然媒体跟这个 还有这个医生 刚刚跟大家报道中所看到的 用国际的均价去算 那么算出来是335亿 那就差了70亿 那可见的我们买的是比国际均价高 那到底是高在哪里 是高在AZ还是高在莫德纳 高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贵 那为什么AZ我们当时还 我们当时还是联合国配给我们的 记不记得 你不是因为你花重金去抢购的 然后还日本送我们一大堆 那莫德纳 莫德纳贵就更没有道理了 不是跟美国关系史上最好吗 而且美国还看我们可怜 说你们现在疫情严重 没有疫苗可以打 还送我们莫德纳 那如果美国都可以送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还跟他买了比一般的 其他的国家贵呢 那怎么看都觉得很不合理啊 好 所以啊 这个王任贤医师就说 卫福部过去就在这个疫情 卫福部不是没有买过疫苗 以前有买过很多疫苗 包括我们以前的署长 这都讲大概都 杨志良大家都在讲啊 以前买疫苗从来都没有要保密 只有这次遇到 这种新发明的理论 还要保密30年 即使合约要暂时保密 在各国结束采购的时候 都早就解密了 怎么可能封存30年 所以王任贤医师就觉得说 一定是价格太难看了嘛 那这岂不是赤裸裸的合法贪毒吗 就贪毒 然后就通通不让你们监督 通通不让你们看 30年后你奈我合 李鸿源就说 合约应该是对厂商竞争的对手保密啊 好 就算你要保密没有错 你也不可以对检调 对立委保密嘛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国防采购条约 是要保密 但是你有哪一年的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没有办法看到去监督的呢 因为他保密 他 我们跟他的签约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国会要看 那你一定要给我们看呢 那难道陈时中去买了以后 只有陈时中一个人可以看吗 那蔡英文可不可以看 那苏贞昌可不可以看 那蔡英文知不知道你约是怎么签的 花了多少钱 那苏贞昌知不知道 那为什么行政院可以看 立法院不能看呢 莫名其妙 就算要保密 立委也可以签说我们要保密啊 你就摆明了不敢给大家看嘛 所以李鸿源就说啦 封存30年就代表有问题 那如果陈时中连这样都处理不好 那以后当台北市长是摆明了 哇那台北市有这么多的预算 交给这种人你放心吗 好陈时中呢 过去说AZ的疫苗每一剂采购是5块钱到7块钱的美金 那莫德纳呢 是30多块美金 那都比当时的国际行情要高出大概有两倍 李逸华就说了 高端每一剂 那高端当然是最离谱啦 就公开抢我们就对了啦 就要800多块 对比Novavix一剂才500块 高端是Novavix的1.5倍 以500万剂来算的话 我们等于就多花了15亿 这根本就是个公开的骗局啊 本来就是嘛 一个不合格的疫苗 还要叫我们花这么多钱去买 那好 然后还不让我们去买别的疫苗来打 不具名的疫苗专家就说了 即便新冠病毒是全新的病毒 高端也不值得这么贵 次蛋白 次蛋位蛋白是很传 传统的技术 进口的流感疫苗单价 也不过300到500块而已啦 如果高端研发的疫苗这么好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其他的药厂 捧钞票来买技术呢 本来都是啊 因为你BNT才是新的技术 所以BNT才比较贵嘛 然后它又要冷链保存 对于像高端这种疫苗 是不是没有任何一点道理 要我们花这么多钱去买啦 事实上不是只有疫苗的采购 疫情爆发两年来 包括像是PCR啦 快筛的价格啦 全都饱受质疑 那么蔡政府坚持啊 这个疫苗采购的资料 要封存30年 更是遭到诟病 那么在3月8号的时候 陈时中啊 在立法院呢 曾经被追问疫苗采购的价格 他当时说 买AZ疫苗 每一剂大概是5到7美金 莫德纳大概是每一剂 30多块美金 问题是当时在国际上的AZ 每一剂就只要2.15美金 就可以买到啦 为什么我们要买到5到7美金呢 不是两倍吗 那么主义中心公布的这个总价倍比国际价格 也被发现落差恐怕高达70亿元 到底是我们疫苗买贵了 还是真的像名嘴乌子家说的 中间恐怕有人上下其手 再发灾难财吗 董哥怎么看 买贵了当然就是因为有人上下其手才贵嘛 那兜出来的钱就漏肚某些人的口袋 它道理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整个疫情这两年都来 国人都深受其苦啊 从开始的口罩 口罩开始卖8块 现在2块 那同样的品牌 那请问一下兜出来6块谁拿走 很浅显的道理嘛 那后来呢塞季塞季人高嘉宜讲说 德国的口 对不对 透益的塞季 他们出门几乎很多人都会使用 一季30块都要被出征 自己人都出征 你看那我们一般的塞季呢 一般塞季就是要去土利高登嘛 对不对 高登高端就不喜欢高嘉宜 他们喜欢其他的高的 性高的 所以你有时候看得很奇怪啊 那这一次 这次其实最离谱了 就是当人家把这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是见不得人那种神情啊 你知道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说 这些都没有根据 都是莫西有 莫西有那你把它 把它给 箱开给大家看啊 因为全世界都是公开嘛 你不公开 那你代表什么 你连狗活也不公开 那你是隐蔽给谁呢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是很有问题 尤其在疫苗的采购这一方面 疫苗那它是走散又散 然后就是一定要把所有人把它阻挡 连人家不要钱的 白送给你的我都要挡 这就是这两个礼拜 大家讨论很多 慈激公德会他们所送的1500万剂 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打了疫苗 根本主要都是人家送的嘛 对不对 这些人送之外 日本的送 美国也送 那你编那么多的钱 编那么多的预算 你买的特别贵 又比别人晚到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 一个政府超级无人 可是他用非常多的媒体 去大量宣导 那你如果不顺他的意 你就被出征 即使自己人都这样 所以大家看到了整个疫苗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这么生气 因为唤起了那个时候的记忆嘛 大家没有疫苗打 全世界都在打 然后我们要用一些关系 然后到最后呢 有人要送疫苗 又被阻挡 那你这个政府在干嘛 因为你就让大家等在那里 很多人等不到就死了 然后你就要等高端嘛 那高端不成才 你给他紧急授权 他隔了一年多 现在他也没有他的效用的一个报告 都没有 也没有三期的报告 通通没有 没有还要去怪世界卫生组织说 你们怎么不赶快给他通过 那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看了就很生气啊 当作大家不知道国际的情况 当作所有东西只要隐秘 都没有人知道吗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 以疫谋财 当中就提到了高端疫苗 因为高端疫苗先前被揭露 说一剂大约是八百多块钱 当时这个数字被揭露的时候 政府也没否认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莫德纳BNT这一剂疫苗大约也都是 像是莫德纳大概就是八百多块钱 其实是高端差不多 可是这个莫德纳的保护力是有九成以上的 而AZ一剂只要百元左右 保护力也有八成 那请问高端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是多少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用八百多块来买高端呢 好啦 那再来讲次蛋白疫苗 如果说呢 Novavax打一剂就有九成的防护力 是美国FDA严谨的审核才拿到的EUA的话 反观我们高端要打两剂疫苗 而且还是独步全球使用免疫桥接 可是呢不知道保护力是多少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比Novamax贵 1.5倍的价格来买高端疫苗呢 这当中说得过去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大千委员 现在政府就说因为保密条款 所以什么都不可以告诉大家 这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医师王任贤讲的恐怕也有道理 这会不会就是合法的贪毒呢 当然就是在过去这两年 民进党政府的疫苗采购的过程 我相信一直是台湾人民心中 最大的一个谜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谜团呢 就第一 世界各国政府都买得到疫苗 那为什么我们就买不到疫苗 连民间团体要去买疫苗 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买到了疫苗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买不到疫苗 第二 每一个国家政府买疫苗之后 它的价格合约条件都可以对外公开 为什么台湾的不能对外公开 第三 大家去买了疫苗 价格比起来看起来差距并不太大 就像刚才立文说的 除非你要下重本 因为你要最早拿到疫苗 否则如果你就是按照这个国际市场的价格 跟合约的模式来走的话 其实世界各国所买到疫苗的价格 差别并不太大 可是为什么我们买得特别贵 所以为什么买不到 为什么不敢公开 为什么要买得特别贵 其实这一直是台湾人民心中最大的痛 也是最大的谜团 大家都希望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希望知道民进党政府在过去这两年 疫苗采购的政策过程究竟是什么 特别是在2020年底 为什么东阳已经可以采购到三千万剂的BNT疫苗的时候 你指挥中心要临时翻转你的政策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随后究竟是谁接手来仲介这个BNT疫苗的采购 然后最后你BNT疫苗因为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发不到国难财赚不到钱 开始全面的抹黑BNT疫苗的时候 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转折的 其实当疫苗采购政策完整的对外公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有大家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民进党政府恐怕不敢公布这样的一个采购过程 那更不要提到价格的问题了 刚才远宜讲到像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它跟一般的疫苗相比 它所有的条件都比不上这些疫苗 可是它的价格是最贵的疫苗 它的价格它的性价比 它的CP值远远不及其他各个品牌的疫苗 我周围有好多朋友 他们是在去年八月不得不打高端疫苗的 为什么不得不打高端疫苗呢 明明三大民间团体已经买到了BNT疫苗了 明明八月就可以让BNT疫苗进来 可是民进党政府硬是说 不可以有复弊态这三个字 所以要求他们要把这些疫苗送回去 把标签重新换了 才能够进入台湾 因此在去年的八九月 这个八月底到九月初这段期间 所有的学校都要开学了 而所有的老师都被要求 如果你没有施打疫苗 你就不能回到学校去开课 不能回到学校去教书 所以这些老师不是因为信任高端疫苗 他是不得不打高端疫苗 而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刻意的要挑剔 复弊态的标签 为高端疫苗争取了将近一个月的疫苗空窗期 那一个月台湾没有任何的国际疫苗 只有高端疫苗 然后你看到政府又要求你 你不打疫苗 你不能回到学校 不能回到职场 大家只好把袖子卷起来 这个咬着牙去打了高端疫苗 他们都很后悔 他们也都很愤怒 为什么明明可以买到的BNT疫苗 你不让他立刻进来 你要挑毛病 你要挑标签的问题 然后要换了标签 然后最后逼着他们不得不去打高端 为高端疫苗增加了一个 一个月的疫苗施打的空间 所以其实在疫苗的采购 疫苗的这个价格 疫苗的合约 这中间有太多的疑点了 民进党现在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如果今天你真的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人民 有什么敢不敢公开的 世界各国都可以公开的东西 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享同 我新闻 也没人 别人 我们下次见